欢迎大家,我是唐英伟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Confuoco标记 也就是火热的,如火的 同时,在这里,副点八分音符应该演奏为断奏 这样会使得我们的演奏更加充满热情 这也与后面平静并需要连贯演奏的 Tranquilo,安静的,平静的乐段 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最后两行中 Legmented的意思是轻轻的 不要在持续音四分音符上做重音处理 这里重音标记更多的意思 是保持它们的全部实质 而非着重强调这些音符 纵观整个乐章 当降G3的前面或后面的音为降B3时 我使用替换之法 同时,我还在左手只使用降D4和降E3之法 其实乐谱里并没有这样的标记 因为到现在为止 你应该对这些执法比较熟悉 并能在适当的时候熟练运用它们了 在结尾备处 我使用了升C共振键 来使得降B3这个音更稳定 并且音准更好 第三行的第四小节 我使用了替换之法 演奏降G4 用这个执法演奏 从降B4连过来的连线 效果更好 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记中 第二段独奏乐段 我就是使用这样的相同执法 在我的春之记视频录像中 我就这个月段进行了讨论 连同练习这部作品 应该注意的其他方面 你可以参考BDP92-94号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乐句的处理 在第十行 我给你提出一个 有点挑战性的任务 那就是用三种不同的乐句处理方式 演奏前四小节 这个练习会帮助你 更好地理解强弱表情记号的 微妙作用 以及修饰乐句时 如何使用自由节奏 首先 把这四小节 按照每一小节为一个单位 分开演奏 用长音和乐谱标记两种方法演奏 箭头指向我们的音乐目标 所以这些乐句 从音乐性的高潮开始 然后渐渐远离 这种乐句处理方式使得音乐变得支离破碎 这并不是个好的选择 现在 尝试一下把我们的目标设定在第三小节的重拍上 再来音乐性美化这个小节 首先 我先用长单音做这个尝试 然后再按乐谱 然后再按乐谱锁写演奏 沿着弧线 朝右的箭头 只是朝向目标的运动方向 而朝左的箭头 说明远离目标的方向 因此第三小节的重拍就是我们的最高潮 最后把目标设在第四小节的重拍上 来美化这一段 我还是会先用长单音 然后再按乐谱锁写练习 你最喜欢最后两个乐句处理的哪一个 为什么 在下一行 维斯伯恩用强弱表情记号指示了我们的目标在第三小节的重拍 但是 如果后面第十行四个小节的目标在第四小节的重拍 你可以为听众将整个乐句引导到第十行的第四小节 第十一行 你的目标应该设定在每一组第三小节的重拍 第十行也是同样 把目标设定在第三或第四小节的重拍 从音乐性的角度上看是很好的处理 你作为一个音乐家 这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想要怎样的效果的时候 但是要做好准备为你的选择进行辩护 不要寄希望于灵光乍现的突然冒出一个好的乐句 多想一想你的选择 然后做好回答别人问题的准备 为什么你想这样修饰你的乐句 在整部圣经中 哪段是最应该背诵的呢 如果你说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 你可能是部分正确的 比起其他部分 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一段经文了 不过我的问题是 哪段经文是最值得背诵的呢 数百年来 犹太人甚至最初的基督徒背诵 听欧以色列 这其中的一部分 可以在生命纪第六章第四到五节中找到 几个世纪以来 信徒们每天至少要两次背诵这段经文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耶和华 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兴 尽力爱耶和华 你的神 一个法律权威问耶稣 什么是最重要的戒律 他以听欧以色列中的一段作答 但做了一处改变 他回答道 你要全心 全情 全力 全意爱主 你的上帝 我发觉增加的部分 用你的头脑 非常有趣 毫无疑问 耶稣是个极聪明的人 但这增加的部分 不仅仅是指最聪明的人 耶稣是在说明上帝 愿意奉献和爱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 他希望的是你的全部 你的情绪 行为 和想法 我发觉增加的部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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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